尼夏莲是卢森堡华人乒乓球运动员 58岁的她也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乒乓球赛场上年纪最大的选手 她曾是中国国家队队员移居卢森堡后继续自己的乒乓生涯 并五度登上奥运会赛场 不是人家让给我的 也不是送给我的白卡 我是通过欧洲运动会拿了铜牌取得入场奥运会的资格 我是欧洲第一个入选奥运会的选手 所以就说这个叫打得好 当然跟中国队跟世界顶尖选手我是没法比的 只是说我打好了是因为我自己争取到了 尼夏莲说虽然自己已经年近六旬 但作为运动员她依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拼搏 同时也会尊重现实接受最终的结果 作为一个资源选手 我不可以放弃那个信念 就是想尽量打好 多赢一分是一分 现在奖牌也好名次也好已经离我很远了 当然我能够拿到奖牌是 我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但是人要回到现实 冠军只有一个 但是你的拼搏精神 我相信他是无限的 58岁老将登上奥运赛场 这个消息曾受到中国网友的广泛关注 尼夏莲也在祖国火了一把 有很多朋友都会传给我看嘛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我算是谁呀 我只是一个大妈 或者是一个阿姨 但是我就觉得很欣慰的是 乒乓球能够达到这个份上 我觉得是很荣幸的 而且如果能够给很多人带来快乐 我就更幸福了 这种幸福是 我觉得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出来的 或者是可以拿名次去衡量的 尼夏莲在本届奥运会女单比赛中 以3比4西拜韩国17岁小将申育斌 结束了奥运之旅 目前已回到卢森堡 他告诉记者 他也一直在关注女单后续的赛事 并对分货金银牌的中国队员 陈梦 孙颖莎表示了祝贺 春梦和孙颖莎都很优秀啊 都非常优秀 就是他们是不一样的打法 把那个一腿给打下来不容易啊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要好好地恭喜他 而且他那么年轻 所以在这个大的压力下 能够咬下来非常不容易 在卢森堡 尼夏莲是国宝级的体育明星 在2016年 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 就担任卢森堡代表团棋手 但他说 他内心依然深深眷恋着祖国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在球场上的成绩 让自己能够代表中国 发出声音 那么我既然在这里生活 命运把我推到了这里 印刷阳差 我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位置 我自己也没想到 那么我们就把事情做好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我的每一举动 都是代表一个中国人的形象 我非常欣慰的是 他们原来对中国是不了解的 他们会问很多尖锐的问题 比如讲你有没有自由啊 有没有人 你怎么可以出来啊 我跟他们一解释 他们就觉得心服口服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欣慰 我有这样的机会 去让西方了解我们 我代表中国能够在国际上发点声音 我觉得比球场上的作用要大很多 更有意义 所以这也是我坚持打球下去的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谈及祖国如今的发展 尼夏连激动不已 泪流满面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 有这样的成就 哎呀 想想 真的好感动 好感动 说起来我真的好感动 多不容易啊 我们很苦难的民族 这些年来 那么多人在努力 所以我说成功的定义 很广 不是冠军才是成功 那些默默付出的人 才是要感恩和致敬的 目前中国乒乓球队女单 男单均将金银牌收入囊中 对此 尼夏连也送上了祝福 拿冠军太难了 对中国队来讲 保冠军更难 全世界都盯着你打 把你分析的透得不得了 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能够打到这个份上太不容易了 除了我的敬佩之外 然后我还要恭喜他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